一分钟好成语 布毛之地 典故说明 据公扬转宣宫十二年 在春秋时候 楚庄王因郑国有二心 而率领大军家以讨伐 城破之日 楚军开进郑国城郭大门 郑国国军相公 在接口柜接庄王 向楚庄王请罪 并且请求楚庄王可怜他这个战败之人 赐给他一块布毛之地 好让他和一些老人们去安度残年 楚庄王因见证相公有心悦臣服的意思 因此就退兵而去 布毛之地就是直接摘字典圆的一个成语 用于指尖印极薄 不是种植五谷的土地 后则用来犯指荒凉贫极的土地 今天学会布毛之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